前面我提了一个那个返校的那个 那个污蔑教官的烂片 那个女主角韩宁 那我查了一下 还有新片 有些新片 新的影片 就是这一部 搞女童性恋的 不过这一部里面有一个 很好玩的现象是什么 他底下的背景设定的舞台是说 不久的将来 台湾将被 某一极权国家占领 变成他的占领区 然后这女主角怎么被迫害搞同性恋 被迫害之后 说你隐藏 反抗军哦 台湾被占领之后还会有反抗军吗 除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有反抗军 这是真的有 但是蒋介石来的时候 证明是不会有的 等会说 那 然后他就开始在搞那个什么同性的 这个我就不提了哈 然后我查一下是谁拍的 大概就那一波人拍的 找来这一些演员 这演员大概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种LGBTQ民进党的那种变态 变态祸 你看 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乌龟王八局 玩到最后越搞越变态 就是这样子 越搞越 等级越低 越低级就是这样子 然后男童女童 这些后面拍摄的那些 导演编剧还有一些 谁我都有一些我认 我以前见过 我以前见过 包含 前面制作王良问景的 那个 那个一个现代的 那个 他们 真的就是这一波货 真的是 他的那个观念就是这一波货 他本身不搞同性恋 他满脑整天就是一些色情的东西 但是艺术 但是号称艺术 难怪会 会找来这些后期的这些演员 拍的就是这一些货了 都是在台北周围 打滚那些文创文青 民进党的外围了 但是你们这些人 他现在拍这一部片的背景舞台 还是将不久的将来 台湾将被某一极权国家占领 这个这个是很 这个你就感应到了 这乌龟王八就感应到 这个这白痴也感应得出来了 也不用你 呃 不过你确实感应正确 感应正确就是 一定是要被占领的嘛 但是不是占领区 而是模范省 模范省 社会主义模范省 这可以做得到 不可能有什么反抗军嘛 不会有什么反抗军的嘛 因为你都搞同心 LGBTQ了 都把老外那种最阿渣的东西拿过来了 你还怎么反抗军 被笑话了啦 台湾以前被占领的时候哪有几个反抗军 只有被荷兰占领的时候有反抗军 有反抗 但是那时候台湾人口很少 都是原住民比较多 他们反抗荷兰人的那个 因为荷兰人是强盗 那西方早期来的西班牙葡萄 那个西班牙荷兰人都是强盗 那后来民政占领的时候 没有什么反抗军嘛 顶多跟三包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都会调节 那清朝占领的时候 只有爆发朱一贵领爽文啊 那后来也是顺民嘛 也没什么反抗军嘛 朱一贵领爽文事件 这个你们可以查得出来 那完毕之后就没有什么反抗军了嘛 那等到 那个日本人来的时候有反抗军 地下反抗很多被杀了很多人 尤其是那个儿育元太郎 我之前提过这个儿育元太郎 抢工要当总督的时候 来这边杀了很多人 那 那蒋介石来的时候有反抗军吗 蒋中正来台湾 代表中国政府 某一极权国家嘛 你讲的 他以前来过一次 现在要再来一次 那站里来站里的这里之后 蒋介石来的时候 你们有反抗军吗 二八的时候机关枪扫射完毕 你们是什么 什么反应 是不是还讲总统万岁 三民主义模范省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模范省 那当然你是模范省 因为你 那个时候老奖手上也只有你这个省了 那你不模范谁模范 这个模范省将来在 你这个影片里面讲 在被一极权国家占领 占圈 就要变模范省 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范省 你们这些人 我就要万一如果再有这种影片 就要举报了 就要举报了 因为你说的极权国家嘛 那我们就把它落实 就要举报了 那你就先 现在还没被占领之前 你就赶快拍 你赶快拍 等到被极权国家占领之后 呃 倭藏反抗军 那还真的要举报 真的要举报 所以我 这些人啊 笑死了 他那个幕后的那些导演 那个编剧那些我真的有一些我见过 真的 就是搞完了问题的时候 所以你看这中华民国他乌龟王八局 真的不能理 我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他把你的好的东西剽窃到国外去 包含金马奖 为什么这一次金马奖金钟奖都是自己人玩自己人 到最后也没有什么花样 没什么花样 因为剽窃光了 把自己人剽窃到国外去 所以我前面讲的亡良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啊 可能剧本讲他都做最廉价的一个收割剽窃 剽窃到国外去 而且都给老外 然后再把老外的那些肮脏货拿过来 那是什么同性恋LGBTQ的这种 所以这个乌龟王八局怎么能要 他很早就有这种倾向了 把自己的好货 交给那个犹太佬去改票 各种管道 送交给国外 那把那些国外的阿渣祸 那有毒的东西再拿回来 读自己中国人 所以这个很可恶 所以难怪 你现在越玩越糟糕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乌龟王八有什么用 它已经是反效果了 你知道来讲应该给老外有毒的东西 可是这个有毒的东西我前面提过 都现在已经是法轮功 或韩棒去搞那华盛顿邮报的那个邪教 统一教 在美国发展的那种 只有他们去搞了 你完全没有搞 你都送给别人好货哦 所以这个 然后 反过来 把那些有毒的拿回来读自己的 这可恶 真的很可恶 这个 我们就要赶快让你这个情境 出现 那二十大结果 结果让台湾这边很恐慌 我看这边蓝绿媒体 一片鬼叫 鬼哭狼嚎 要被揍咯 当然是要被揍了 现在都是武统派上来了 那些组合派 我该通通下去了 组合派下光光 主战派都上来了 主战派 那个 那个甲冲势力 我先前讲 那个甲冲 就 拔掉了 拔掉了 没有那种 重重干扰的奸臣 那现在野猪 都是自己人 都是习的自己人 那 都他老部下 那就是我前面讲的 面南独座 我提过那个 黄太极面南独座的那个 那个传记 对不对 我都提过 这是大家的要求 你这 你这 我讲过了 那时候是赏 泛文成的耳光 你这个 你这个怎么能统一统一中国 是靠协商的吗 蛤 那被轰回去嘛 轰回去 我前面都提过了嘛 所以那就要搞什么 灭南独座 那现在总算有 灭南独座 那灭南独座就要 就要 就快点了 听说已经开始实弹化演习了 因为 大陆一些新闻是 一些空军 已经发 发现 有 中国各地有一些 飞机坠落的巨响 那基本就是一个 战前实弹演习了 那可能就真的是 推测 基本就真的是 发射空空导弹 来做军演 就是最后一波来玩真的 可能有脚本预设好 然后你要怎么躲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 飞机飞行途中 如何躲避地面 导弹追击 他真的给你发射 真的给你发射 然后 那你万一真的被 看你自己怎么跳降落伞 真的是 那很好嘛 那我们就可以 我相信你们感应到的 台湾将来会成为某一 极权国家占领区域 那会成为事实 集权就集权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觉得还不够 还要万寿无将才行 要搞万寿无将 台湾被你们这个 枝枝游戏搞到真的很悲哀了 很悲哀了 是非都不分了 黑白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早上看了那个YouTube 还有跳一些广告 都是这一系列的 因为我收了这个电影了 相关类似电影的广告就会跑出来 你看他们的谷歌用AI的搜索方法 是这样子的 他认为你可能有兴趣 我有兴趣 我有兴趣 你赶快跳一些就穿 调节都是那些被国民党怎么折磨的白色恐怖 早期白色恐怖 怎么被折磨 现在做一番演练 台湾不久的将来又要被极权国家占领 又是这样子 好 让我怀念到老蒋时期了 真的是让我怀念到老蒋时期 老蒋这个烂归烂 但是至少 我说过他被黑化了 但是他至少 对这种 明显的妖魔鬼怪 他是不容许他存在的 清的干干净净 不容许妖魔烟 不容许这种阿渣祸存在的 我回头讲到那个面男独座 这次二十大也有一个插曲不是吗 前任主席 可以跟他并坐的胡锦涛 坐在他旁边 本来并坐 结果被扶走了 被扶走了 那个海外的那些法轮功媒体 鬼吼鬼叫 因为他原本预测席要下李克强要上 就上来的是李强 李强说我不能克 我不克主 那克制要去掉 所以他改叫李强了 他不是李克强了 改叫李强我不克主 所以就是那个克制去掉 就可以继续当总理 就改叫 所以发现他预测错误了 不克主 那就面男独座 可是独座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并坐的前组呢 啊啊啊 啊 啊 浮走 但你他们海外把人工媒体在鬼吼鬼叫 那当然不是事实了啊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对他不礼貌了 而是他有 因为整个完整的影片后来有公布了啊 那其实就是他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 就是摸这个摸那个总觉得不对 那好像我还是以前的主席啊 那人家旁边不是一直跟他讲 不 这样那样他他听不进去 这个很正常啊 很正常 也许他 有点 痴呆或是这些年他已经 不得志啊 抑郁不得志 那 会有一些提早老化的现象 那这有可能 那就 可能是家的人 就是让他离开 让他走 不要并坐 免得有并坐嫌疑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那就是独座了 就独座 你看我就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我 我那个时候我在写 我不是讲过 我自己打造一个九层妖打吗 那我简单 取里面 一个对联 好像我在那个 夭兽学员的那个影评我也提过嘛 平津战役那个时候 这一字秤 那一字秤现在 就是并坐的并 不并坐 要独座嘛 不并坐 那个并就不能并坐嘛 就会勤走 那 李克强李强嘛 一字秤不能克索 所以你要预测那个什么 在那先前你们预测总理是谁 那就是 从你的那个法轮功 席下礼上的那个礼哈 做文章 你就可以知道 下一刻 总理 所以要不是你们 海外那些 法轮功那些鬼鬼鬼鬼叫的那些 那些故事 鬼鬼鬼叫这些故事 要不是这样鬼鬼叫 那个搞不好李强还不会上 有可能 有可能 你要搞一字秤嘛 那就牺牲李克强的克制 他不克主 不克主那就只剩下李强了 一字秤 所以海外的法轮功 我前面有提过嘛 法轮功这个虽然很恶心很烂 都是一群汉奸去组成的 真的是一群汉奸狗腿 那就不准 但是这些细胞你不能说它完完全全没有用 因为你跑到美国去搞一些假新闻嘛 然后捧右翼 捧右翼 捧他们的那个反华的人 因为他们汉奸就一定干这种事情 捧一些美国反华的人 可是事实局面 美国是不可能像 像以前的那些 中国的庞兹的那些游牧民族 入主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可能的话 那他在里面搞的话 就只能是 让他搞内部腐化和内报 那很好 就让他们内部产生矛盾 因为本身美国就是一个海盗窝 我提过很多次了 是一个被改造的海盗窝 武器系统 那里面一定会有 有一破坏会内报的东西啊 武器系统嘛 那想办法拿糖兆 那就要搞一些阿渣货进去 混一些阿渣货进去 就是这样子 那 这一次你看美国 拜登提前颇角了 这一次他们所谓中期选举 马上共和党回来 那共和党现在有一个精神领袖 以前 以前他们这种虚伪的伪君子党 不管是两党共和民族在那边轮装 那基本只是个面具是玩假的 后面是同一个利益集团 可是混混酒的这些阿渣货在里面搞了之后 就会有川普这种人出现了 那川普进去之后 他就会当成本来照理来讲 你下来的都要都要从共和党里面 退掉啊 就不会有什么元老 哈哈 不会有什么大大老 他们大老是自封的 事实上都没有用 再捧出来都是利益集团捧的一些新人 你自己看过去的美国总统一直换就这样子 他的那个前任总统可以被受尊容啦 什么欧巴马啦 克林顿啦 但是他要完完全掌握美国的局势 真实的来讲是不可能的 就是他退了之后 所以克林顿为什么一直要让 让希拉里一直 一直想办法回来选 就是因为你不在其位的那利益集团是不会鸟你的 只有川普可以搞例外 因为为什么他从最基础做起嘛 他把最基础的那红脖子聚集过来嘛 有人气嘛 这是中国人教你怎么样真正的民族嘛 所以叫川建国啊 会红他郎川建国就这原因啊 你什么叫就是你政治游戏不管怎么轮装 老百姓的那个 我认为是谁就应该要是谁有天命啊 有天命啊 不给你政治游戏操控的 那这个去授权那些天命 呃 里面一个最大的人物就是 最大的一些角色就是这些法轮功阿扎货嘛 这些阿扎货在里面我前面不是讲那个 那个石涛这一类的嘛 把川普捧得好像他还是总统一样 而且那个在川普那个时候 你们记得2020年两年前 他要滚下来的时候 选书滚下来 那时候石涛还建议他戒严出兵哦 那时候我讲这怎么可能 你讲这谁信 结果后来川普 我为什么敢断定川普信嘛 川普一看都要戒严出兵啊 我们赢得了什么州 我们赢得了什么州 然后真的他想要搞戒严出兵 可是他没有兵 只有那些红脖子 那时候民主党不是放话吗 那些兵要把他架走 可是兵分成两派了嘛 到最后 可是他毕竟太惊悚了 要搞禁难之意 那时候我还凭借搞 那个美国版的禁难之变好了 奉天禁难好了 他又想哦 你看那个时候的情况大家都有注意啊 你在回忆哈 可是到最后只能搞骚乱 因为毕竟你是真正的兵持有红脖子 那没有什么用 乌合之众 但是没有关系嘛 你下来之后 民意还在 所以现在共和党里面的政客拍马屁 发现哎哟 怎么红脖子他的人气始终不减 当然不减啊 他有天命啊 什么叫真正的民主 他有天命啊 那不减的话 那这一次共和党赢了川普声势 这一次就会上来了 那你美国就加速人装 以后四年 不要连任啦 四年 规定四年就换一个总统 然后两年就要跛脚 两年中其中选举嘛 给他跛脚 就这么玩 玩到看你还能熬多久 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干涉台海的事物了 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 他自己承认了 只能在那边鬼吼鬼叫 那个 美国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 还有他那个 他不是一直在喊吗 就说 说 今年年尾 然后 台湾这边的国安局说 明年 2023 然后美国是说今年年尾 今年就只剩两个多月了 只剩两个月了 今年只剩两个月了 哦 就会怎么样 因为他认为冬季公事嘛 那台湾一打就结束了嘛 所以现在台湾的那个很害怕 真的想要 搞真兵制了 你真吧 你真出来了 你延长一起真出来的兵也不能用 一样不能用 因为没有军阀 没有军阀 没有军阀 年轻人根本就早就想通了 拿到枪一定是威胁长官啊 威胁长官我们要 我们要离开 我们要投降 不可 怎么可能给你说 你还真的想要把他当 乌克兰炮灰这样用光光啊 这一点也是不可能让你做到的 不可能让你做到的 拿到枪 记得一定要打自己的 威胁自己长官 我们不是乌克兰炮灰 拿着那个枪就要威胁长官嘛 如果你敢把枪给我 除非你不给我枪 有可能不给枪嘛 那拿到枪你记得一定就是你最大 我有枪我最大 但是你在解放军面前你不可能最大 你拿到枪在解放军面前你不可能最大 但是你在散光面前你会比较大 这你要想通啊 对不对 哦 所以那些兵 到最后记得在里面要多自拍一下 多自拍 把那些讯息都传出来 但我认为不会到那个时候了 因为他说 真兵的年龄 要搞到2024年 你可能也活不到那个时候 真的活到2024年 那个 同学的游戏就不合格了 还可以选 还可以选 那 同学的游戏就真不合格 真不合格 这不合格呢 那你这一届面难读做 下一届就 他也是 让胡锦涛被搀扶走了 搞了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一致秤啊 一致秤就是你接下来 你会不会跟他一样 那就不是真的搀扶 有礼貌的搀扶走 因为游戏失败嘛 游戏失败的话 那就是 是怎么样嘛 对不对 基本不会一定会有有所动作的 因为这已经是必胜的杖了 没什么好顾虑的 美国人 只有叫嚣 只有恐吓而已 哎呦 他不过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了 这想也知道啊 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轻视美国人 他不断的 他不断的买毒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不可能灭的了中国了 这个武器系统设定的原始目的就是要灭亡中国嘛 但 设定要灭亡中国的这个玩意儿 没有达到他的原始目的 没有达到原始目的 那他在毁灭之前 他一定会释放更多的毒素进来 这一点是可以预判的了 所以什么LGBTQ 还有把西 为什么把欧美自己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那基本 这个 并不是 并不是嘲笑他愚蠢 这也可以说是他的本性 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文明 那都是改票来的东西 如果 时效过了 自然就会一团混乱 但这一团混乱 刚好也可以成为他的武器 那就变成很卑鄙的注射毒液了 注射毒液了 我前面都提过了 我们回到最前面 你看台湾为什么会把文创文的东西搞到最后变成LGBTQ 民进党是一个 就是蔡英文这一帮阿渣祸 是一个最 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但是他其来有致 你表面上是他们造成的 可是事实上社会很早就有这种背景 很早就 因为我前面提过为什么 蒋中正被赶到这里来 本来归以零为主 对不对 结果他很不零 中间已经被污染掉了 但至少他在的时候 这种社会这种东西是不会给他出现的 当时也没有那个社会背景 环境背景 可是慢慢他的那些 跟国外的汉奸买伴往来的那些东西慢慢就 就不断的来了 不断的来就会造成 底局就翻掉了 我举个例子 我祖父我不是讲过他高考证书两张吗 就是去考试院 在大陆搞打了仗 来到台湾之后 去高考证书那考试院 考试院以前考的 他那时候真的以为 为什么他一直跟着国民党 因为他认为他就是一直认为 他是传统传统中国 一直认为 所以他说我还可以科举 我还可以科举考试 而且里面也有考论语的东西 有哦 所以我祖父早期刚来的时候 写了一个论语新权 论语新权 他认为 一样嘛 社会 这是新科举 那时候号称新科举 考试院 新科举 那新科举 他 而且他是院的等级 跟行政院是同等级的 然后比博防部 什么教育部还要大 你想哦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 又有科举 那真的是很传统 可是你没想到那是五大郎伴的 我提过嘛 那是五大郎伴的 没有信用 考了两张你是近四科的 等级是近四科的 考了两张 你是黑五类不给你 你看五大郎到最后的判断 这就是刚开始你会堕落的原因了 因为你没有信用 最早 那台湾早期的时候了 你当你没有信用的时候 就是成为堕落的开始 就是堕落的开始 你没有信用的时候 自信仁勇言 自信仁勇言都是 就是 那其中一个信没有了 信誉都不存在 那 接下来就是 就是堕落的开始 那接下来 后来我嘱咐到老的时候 跟我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这么看吧 他也有很多抱怨了 那我就说你不要这么看 我说论语还是很重要 结果他观念翻转了 让我吓一跳 他说 论语没有用了 你要去读英语 我 因为他被国民党教育了 那国民党不给他 那个位置 很多那考试院高考都没有用了 等于废纸一张了 那他就告诉你 因为你们不懂英语 你们不像汉奸买办 那样子能办事 所以他观念就反过来跟我这样讲 那时候我说不对 论语有用 他说论语怎么有用 是你要多读英语 说我 将来你一定要跟老外怎么样怎么样 我 所以你 你 我说你 你 论语心全是你写的 因为那时候我 我以前在大学领考的时候 英语程度很差 就考各位数字的分数 但是到最后用其他方法 还是考上 因为数学很强 数学加分 数学 在那个比重 比重是加分的 因为我那个 数学很强 那他 这样讲我 我吓一大跳 我那时候我很讶异 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怎么会这样讲 后来我知道原来是国民党给他们的 影响 你之所以一直不能用 是因为你英语差嘛 你不是汉奸买半 也对啦 在你这妈 中华民国台湾 乌龟王八局底下 汉奸买半才有用嘛 才会把那LGBTQ 像现在堕落成这样 LGBTQ引过来嘛 所以台湾为什么社会现在变成这样 就拍这种所谓的主流电影 整天主流电影也没有人看了 也不主流了 大家都看看YouTube了 各看各个 各个喜欢的节目了 也不会看你那个什么主流电影了 那主流电影 就只能拍那种同性恋了 这种以前的人一听到同性恋 那简直是 会吐 我现在也吐 不要你 这个 这个 也是要修理 但是你看这些都是西方人设定好的独裔 我前面提过 他准备要埋进来的 连大陆都有 大陆都有男同性的女同性 虽然说大陆是管制 但是 这种东西你事实上很难管 万一他们真的被 被这样子搞得很严重的话 你光靠一个行政命令 你不可能改回来的 这个各位都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 就是需要 领导领袖的威权 需要有威望威权 我讲不行就是不行 然后 要有 类似我们这种的 有没有 专门去举报 把他们打回下水道 这种事情 你同性恋或什么 乱七八糟的一些阿渣事 阿渣东西 你有时候藏在下水道 也没有力气去完全清干净 也不可能 但是你是常在下水道的 就好像日本的A片 本来 那种色情色情A片 本来也是打算让他下水道 所以在日本在法律上卖银 什么风俗店 这些都错 这些是禁止的 他为什么改叫风俗店 他就是披了另外一层皮 有时候法律边缘再上来嘛 那你本来日本的是禁止的 法律上是禁止的 他们也知道这样子很不好 会腐蚀整个社会的动力 你这个国家会 只有漂亮的表皮 实质会一直堕落下去的 他们也知道要禁止 可是禁不了 就是这个原因 越禁越泛滥 我提过了 有疯人 类似这种情况 你看台湾也是啊 你这些本来是下水道 就不要出来 他要跑出来 登门踏户 一些阿渣户登门踏户 就是 你看 你就可以看到 国外为什么要有大量的NGO组织去养 尤其美国人去养 那些犹太老 养很多NGO组织去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敌人 他没有办法用拳头打 打败 没有办法让海盗去抢 打不赢 那他就用这毒化 把你软化 弱化 弱化 毒化就可以了 就可以抢了 那 绝对需要 那威权体制 就是他最大的威 最大的威胁 集权体制 就是他最大的威胁 因为你有一个人帮你扛 我说不行 通通人都不要跟我讲话 不然的话就抢 投出去抢你 这种最好 这种意境最好 这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敌人 对这些邪恶的 邪魔鬼怪 是最大的敌人 所以要用什么民主骗局 支支游戏 要有 这些都是毒了 民主骗局 支支游戏 加上这种开放 开放的各种要素 同性恋 同性恋 乱七八糟 兜落的东西 他准备好之后 就拼命往你这边灌 现在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急 那就是因为 他准备好了这些毒疫 灌不太进来 你慢慢又转回集权体制了 而且开始进这些东西 包含重阳媚外的一些东西 开始拔了 包含演艺界的堕落腐化 那些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要素 我前面讲过 类似那些马云的那些要素 一个个把它拔掉 那 他就会急 他灌注毒疫的效率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要 就更警醒 所以还是回到江青的那一句话 江青写的那一首台词 齐齐百虎团 当然依照我前面 再凭淮海聊审跟平津那三部曲 我们要继续那个教训 就是像这种清理 这种社会妖魔鬼怪 等到统一之后再说 统一之后 清理 他的威望更大了 那更有利于我们做事 我们也不要给 通通都归 责任都丢给政府 这个民间要一起去 塑造这个气氛 就是 这个就是不行 像你看 我 我女儿的那些 教材 还有我儿子教材 我儿子的那所学校还好 因为私利他管的比较严 那公立的我就很害怕 这民进党搞的那个 很容易就用行政命令就进来了 那个两性教育 你看大陆之前出现两性教育的独教材 那这一次我就特别 我都会问他们 有没有关同性恋的 你之前台湾的公投是 是说是反对同性恋吗 还要反反 用那个反反的词语 你看那个民进党多邪恶 用反反的词语吗 那我们就反反反嘛 还是有一个反嘛 我就是反对 反对嘛 那就反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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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只要是基数就是反嘛 偶数就是就是不反嘛 对不对 那结果到这头出来 还是就是不要有这种同性恋的东西 可是他们用那个专法的方法又上来了 你看而且是国民党帮忙的 那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国民党帮忙的 那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就教育教育步骤 你看流程 就在教育里面 那我就要特别注意 我就要在我女儿的大脑里面灌输 家庭思想 同性恋是有罪恶的 是邪恶的 是老外养鬼子搞进来的 他是专门要来破坏的 这完全违反天性的 都取得认同 变成家庭教育还要出这个力气 来做做一个堵墙 真是可恶啊 所以尽快尽快让那一部同性恋的片子 里面讲的 又有极权体制要来把台湾上占领去 赶快占领 赶快占领 拜托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极权体制的 极权的威望还不够 还要万寿无疆才可以 建筑鼎秀 习主席 万寿无疆 哎呀 好辛苦啊 一定要赶快万寿无疆 那个 那个同学如果 游戏失败大家都会倒霉的 所以一定要 这次一定是会要成功的 再调一下 啊 啊 啊 好